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也发布了一支政府鸡蛋争议的广告 引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鸡蛋门神 让郑文灿直接对侯友宜提告 不过今天侯友宜近半执行长金普聪 上午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回向说这只是质疑并非不实指控 而侯友宜本人则是持续在台中跑行程 拿着马铃薯的快筋侯友宜亲自下田 一块块埋进去再用土盖好 也和农民一起洗胡萝卜 拿起刀子帮忙处理 侯友宜周六一大早到台中厚礼举办农业座谈 据外界人关注蓝白河进度 侯友宜前一天上广播节目 首度提到蓝白河要有SOP 柯文哲提出的比民调不是唯一方法 蓝白河不应该搞成联合 应该是志同靠服 一起把立场大家说清楚 才谈方法整合 有人常说我是这个媒体上放话 说我是蓝白河的最大障碍 刻意在挑拨阻碍蓝白河 所以会找一些话题出来炒作 我都已经站出来公开声明了 我是非常开放的态度 先澄清对蓝白河没有敌意 而经办执行长金普从在站上第一线 为的是这个 谁是门神 这段把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既然质疑是鸡蛋门神的影片让他气得提购 但金普从大酸对方解读错误 院长是不是有真的仔细看过这个广告 我是说如果你要告团你就告我 你的指控反而是不实的指控 我的指控不是指控是质疑 我相信这不应该是侯友宜的风格 那侯市长是警探 知道不能栽赃 栽赃就是错误 错误就应该得到这个惩罚 那我想候选人做广告 当然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蓝绿隔空交火 谁也不让谁 记得犯刘成为王博盛 新北台中厂报道